这期继续来讲《战神》第四篇,李东像是看傻笔一样,看了他一眼,没理他。 直接将车子停好了。 对方看到李东居然不鸟他,不禁一愣。 接着他怒了,直接下了车,来到车前指着李东的鼻子, 老子让你起开,这车位我看上了,你没听到? 滚!李东的目光冰冷了下来。 什么时候,连这些阿猫阿狗都敢指责他了? 面对李东的目光,男子差点没有被吓尿,连忙后退几步,差点瘫软在地。 主要是李东目光里蕴含的煞气太可怕了,普通人根本就承受不了。 李东锁好车,懒得去理会这种傻貌,直接离开了停车场。 等李东离开,那男人才回过神来,接着恼羞成怒了。 曹,吓唬我,老子看你等会儿怎么出来。 他说着上了车,直接将车子开到了李东的车位面前,挡住了出路。 什么玩意儿,开着辆破奥迪,还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 呸!男人骂骂咧咧地朝着外面走去。 此时李东并不知道这些,他已经走出了停车场。 林语柔跟刘静还有林国栋在等着李东,看到李东出来,朝他招手,然后一行人进了餐厅。 您好先生,几位?一个迎宾小姐走了过来,对李东等人点头笑道。 四位,我们已经预定了位置的。 李东淡淡道。 他拿出了手机,上面显示的是预定信息。 好的,请跟我来。 迎宾小姐便带着李东他们进了里面,朝着最里面的包厢走去。 这清河一品的装修极为优雅,里面放着舒缓的音乐,灯光没有很明亮,但也不会显得暗沉。 一切看起来都让人感到心情非常惬意。 这种氛围,吃起饭来,绝对是个享受,也难怪这里的生意这么好。 来到包厢,李东四人落座,准备开始点菜。 点好菜之后,几人便随意地聊着天等着上菜,但这种气氛很快就被打破了。 几个人闯了进来。 为首一人,是一个穿着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另外一个,则是刚才李东在停车场遇到的嚣张家伙。 除此之外,还有三人,一男两女。 是你吗? 刘静一家三口,看着这一男两女,一脸诧异。 因为这三人他们认识,同一个小区的,特别是一个中年妇女,就是下午遇到的那个张萍。 另外一男一女,一个是张萍的丈夫王德,另外一个是他们的女儿赵飞燕。 而李东在停车场遇到的,就是小冯。 林国栋,刘静,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张萍同样一脸惊讶。 接着,脸色就变得难看了起来。 我们怎么就不能在这里了? 倒是你们,来我们的包厢干什么? 刘静皱眉。 你们的包厢? 小冯这时候说话了,从现在开始,这个包厢是我们的了,你们请出去吧。 凭什么? 这个包厢是我们预定的,该出去的是你们。 林语柔大声道。 孙经理,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小冯看向了那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孙经理点了点头,看向李东他们。 诸位,实在是不好意思,是我们的失误。 这个包厢早就被这位先生定下来了,现在请你们出去吧。 李东笑了。 他当然看得出来,这两人在做戏。 如果我们不出去呢? 孙经理看着李东,微微皱起了眉头,先生,请你配合。 他的话没有说完,李东就挥手打断了,滚犊子,给你们三秒钟时间赶紧滚,不然信不信我把你们统统扔出去。 李东的心情很不好。 出来吃个饭还要被人打扰,这种感觉非常不爽。 先生,我再说一遍,请你们出去,不然我叫保安了。 孙经理当然不会将李东的威胁放在心里。 因为这里是清和一品。 这间餐厅,在东海市是出了名的。 饭菜好吃是一点,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这家餐厅的老板,是赵山和。 赵市集团的赵山和。 连苏家的人都不敢贸然过来闹事,普通人就更别说了。 所以,自从这家餐厅开业到现在,无论是谁在这里闹事,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李东盯着这个经理看了三秒,缓缓点头,希望你等会儿,不要跪下来求饶。 孙经理嗤之以鼻,跪下来求饶。 你以为你是谁? 李东这时候已经拿出了手机,开始打电话了。 看到李东拿的是一个老式的诺基亚手机,孙经理更加不屑了,心中认定李东只是一个愣头青而已。 赵山和,是不是我都没资格来这里吃饭了? 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打扰我了? 你怎么做事的? 大哥,我马上来。 挂断电话,李东看着那个孙经理,淡淡开口,我要是你的话,现在就跪在我面前求饶,或许我心情好会放你一马。 装腔作事。 孙经理眼中闪过一抹寒芒,拿出了一个对讲机,保安,过来一下六号包厢,这里有人闹事。 登登登。 约莫十几秒时间,外面急促的脚步声响了起来。 几个保安冲了进来。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 孙经理指着李东他们,冷喝道。 几个保安刚想动手,这时候,几道人影快速冲了进来。 都他妈的给我住手。 众人一愣,定神看去,包厢里又多了几个人。 其中一个,正是赵山和。 看到赵山和,孙经理脸色一变,恭敬地弯下了腰,赵总。 赵总,那几个保安也纷纷弯下了腰。 赵山和没有去看他们,而是直接来到李东面前,弯下了他的腰,恭敬道,大哥。 所有人的脸色,刹那间就变了。 大哥。 堂堂赵市集团的老总赵山和,居然喊别人大哥。 错觉,一定是错觉。 孙经理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他一脸恐惧地看着李东,像是看到了一个怪物。 这人,是赵总的大哥,怎么可能,原来,刚才对方不是装枪做事,说的是真的呀普通。 毫不犹豫,孙经理直接朝着李东跪了下来,大哥。 两个字才刚刚说出口,赵山和猛地转身,一巴掌抽在了他的脸上。 曹,大哥也是,你能叫的? 这一巴掌极重,将这个孙经理直接抽得扬倒在地上,牙齿都被打飞了一颗。 嘴里鲜血直流,疼得他此牙咧嘴。 但是他仿若未决,连忙爬起来,又跪了下来,赵总,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赵山和眼中露出厌恶,他挥了挥手,把他给我扔出去,从今天开始,赵氏集团不再录用此人。 是。 几个保安文言,连忙拖着孙经理出去了。 孙经理没有挣扎,一脸死灰。 他知道,从今日开始,他在东海,再也没有容身之处了。 还有你们几个,滚啊,还在这里干嘛,等我请你们吃饭吗? 赵山和看向那个小冯等人,怒喝道。 他心里很是自责,大哥来自家餐厅吃个饭,却有这种不长眼的东西过来打扰,是他安排不够妥当。 小冯等人身体一颤,眼中露出恐惧,赶紧灰溜溜地出去了。 开玩笑。 这可是赵山和,在东海市有几个人敢面对他。 此时,刘静跟林国栋他们还处于震惊之中,没有回过神来。 就像是做梦一样。 堂堂赵氏集团的老总赵山和,现在就站在他们面前,而且喊李东做大哥。 有什么比这个让人震惊? 叔叔阿姨,真是对不起啊,手下的人不长眼,冲撞了你们。 赵山和立刻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对刘静他们道。 赵总。林国栋有些惩惶惩恐。 这可是赵山和,东海的传奇人物啊。 他也只是听说过赵山和的名字,从没有见过本人。 现在本尊就在他面前,饶恕他也有些紧张。 别,千万别,叔叔可千万别这么叫我,以后您叫我小赵就行了。 赵山和露出了憨态可居的笑容,全然没有了刚才那种暴怒的威严。 刘静跟林国栋对视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迷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小东,你跟赵总认识,刘静忍不住问道。 刚才赵山和叫李东做大哥的那一幕,依旧让他有些不太真实。 对此。 李东微微一笑,他给赵山和使了个眼神。 赵山和会议,赶紧道,爱因您有所不知,我跟大哥几年前就认识了, 当时我在国外谈一笔生意,却突发疾病,差点死掉,幸亏大哥出手救了我一命,才有我赵山和的今天。 这番话,他说的面不改色,像是真的一样。 事实上,这是李东跟他约定的一个谎言。 没办法。 李东真正的身份实在是太敏感了,这种说辞,才不会让大家过于震惊。 林宇柔脸色没有多大的变化,因为李东之前已经跟他说过一次了。 刘静夫妻俩对视一眼,也释怀了。 这就说得通了,李东是一个医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而且还是一个医术极为高明的医生。 他救过赵山和的性命,以赵山和的性格,救命之恩重于山,他甘愿叫李东做大哥,那就很正常了。 原来是这样啊,多谢赵总刚才出手解围了。 林国栋赶紧道。 赵山和装出很不高兴的样子,叔叔您别再这样叫我了,您是大哥的长辈,也就是我的长辈,以后就叫我小赵吧。 那,好吧,小赵。 林国栋还是有些诚惶诚恐。 没办法,赵山和的名气在东海实在是太大了。 赵山和露出笑容,大哥跟叔叔你们能赏脸来我这里吃饭,那是我的荣幸,那些不长眼的东西赶来打扰你们,不打断他们的狗腿算不错了。 叔叔阿姨,你们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我就不打扰你们吃饭了。 说完,赵山和朝着李东点了点头,很实相地退出了包厢。 等他走了,大家的目光就落在了李东的身上。 你们这么看我干嘛,李东摸了摸鼻子。 心中很是无奈。 就简单地吃个饭,他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啊。 虽然刚才的事情他也可以解决,但李东却知道若是自己出手的话,这件事情将会闹得更大。 以赵山和的性格,不说别的,就刚才那个经理,还有那几个保安,估计他们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小东啊,你真的是赵总的救命恩人,刘静忍不住问道。 虽然赵山和那么说,但大家还是感觉有些不真实。 那可是赵山和啊。 在东海,能跟这好人物搭上关系,不说横着走,最起码在东海,连苏家的人想要找麻烦都要掂量一下了。 什么赵总,你就叫他小赵就行了。 李东想了想到,我跟他之间的关系,不单单是我帮过他,里面有很多事情比较复杂,一时半会也解释不了。 他有些头疼,就怕刘静他们要追究到底。 不过刘静他们听到这话只是点了点头,倒也没有继续追问到底了。 经过这个插曲,气氛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大家的心情更加不错了。 一顿饭吃得其乐融融。 吃完饭,到了结账的时候,赵山和又出现了。 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我又来打扰你们了。 他这次不是空手出现的,手里提着几个礼盒,里面装着一些名贵的保健品。 初次见面,也没什么东西拿得出手的,这些东西,就当是我这个做晚辈的见面里。 还有以后你们来这里吃饭都免单,就把这里当自己家就行了,这张卡阿姨您请收下,只要带着这张卡,这里的一号包厢就永远给你们免费敞开。 赵山和笑容憨态可居,那一脸谄媚的样子,让身后的一个跟班差点怀疑人生。 这还是那个沙发果断的赵山和。 刘静跟林国栋还有林宇柔面面相去。 这使不得,赵总,今天麻烦你出手帮忙,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怎么能收这些东西? 刘静赶紧开口拒绝了赵山和的态度,让他们真的是感到受宠若惊。 没事,阿姨,既然他这么有心,那您就收下吧。 李东无奈地开口。 他瞪了一眼赵山和,这家伙竟给自己找麻烦事。 听李东这么说,刘静拒绝的话就说不出来了,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收下了。 赵山和脸色大喜,正想说话。 这时,外面传来了闹哄哄的喧哗声。 不好了,有人晕倒了。 快,快打120。 去看看出什么事了。 赵山和脸色微微阴沉,转身对一个跟班倒。 那个跟班文言赶紧跑了出去,片刻之后又跑了回来。 赵总,外面有人晕倒了。 很快,这个跟班就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李东等人也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说是有一桌客人刚刚在吃饭的时候,里面有个老爷子忍不住叫了一瓶白酒,就多喝了两杯。 这一喝不要紧,出事了。 在那老爷子喝第三杯白酒的时候,手里的杯子都还没有来得及放下桌,人就直接一头栽倒了下来。 赵山和微微皱起了眉头,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并不算大事。 但这家餐厅肯定要受到影响,毕竟有人在店里出事,那人真要是出了意外,以后恐怕就没几个人敢来了。 李东,你不是医生吗?快去看看啊。 林语柔赶紧对李东道。 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听到有个老人家晕倒发病,心里就很担忧了。 在她看来,既然李东是医生,那就没有袖手旁观的理由。 因为医生的本质就是救死扶伤。 李东站了起来,那好,我过去看看。 说着快步走了出去。 林语柔等人也跟着出去。 李东走得很快,很快就看到有人在打电话叫救护车,以及女眷的哭声,还有男人的呵斥声。 李东来不及细看,风一样地挤开了人群。 然后就看到一个大块头男人准备蹲下,将老人扛起来。 看来家属是已经等不及医生过来,准备自己送老人去医院了。 不要动。 李东大声喝止,一把将那个男人推到一边。 不知道是因为那个男人蹲着不稳的缘故,还是喝多了小酒,李东并没有用多大力。 那个男人竟然被推得一屁股坐倒在地上,撞得大桌砰的一声响。 李东没去理会他。 直接伸手扣在了老人的手腕上,开始为他把脉。 他看到老人的脸色已经很不对了。 现在时间就是生命。 那个男人是老人的儿子,原本就心急如焚,准备送父亲去医院的。 但他没想到,冲过来一个人把他给推开了。 他的脑袋撞到了桌子上,撞得头晕眼花,爬起来就要拳头伺候。 我是医生,正在为他治病,如果你不想你父亲死的话,就住手。 李东仿佛背后长了眼睛,大声喝道。 医生! 中年男人扫了李东一眼,有些不太相信,你要是敢骗我的话,耽误了我父亲的病情,我弄死你。 听到这话,李东也没生气,淡淡道,是不是骗你,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对方脸色变换了几下,最终还是将怒火压了下来。 因为这个时候,救人是最重要的。 而且他还留意观察了一下,发现这个自称是医生的年轻人,治病救人的样子,还像模像样的,看起来不太像那种路边骗人的拥医。 李东在忙着切脉,也听到不少围观人群的质疑。 但他没心思理会,用事实来证明,比耗费口水便捷一百句更有用。 病人是不是有三高症? 李东放下了老人的手,皱眉问道。 所谓三高,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高血糖。 有的? 一个依附华丽的中年女人红着眼睛道,我爸的血压跟血脂一直都挺高的,平时也挺注重保养的,就刚刚他心情高兴就忍不住喝了两杯,没想到就出事了。 听到回答,李东心里已经想好了治疗方案。 这个病人的病情很简单,就是原本有三高,经过高度酒精的刺激下,就导致现在的脑梗塞症导致昏迷了。 这种病症出现在一个老人身上,是很正常的。 而且这种病情出现得太过突然,并且极为危险,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会有性命危险。 况且,这是个高龄老人,救治起来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 即便是救过来了,也有可能会落下后遗症。 比如口眼歪斜,流口水,吃东西掉饭粒,举不动筷子等。 甚至严重的还会导致半身不随。 李东没在乎这些,因为跟活着想不起来,任何的后遗症都可以无视。 生命,永远都是排在第一位的。 李东不再说话,他直接拿出了随身携带的金针以及消毒酒精。 将金针消毒之后,李东捏着金针,一针扎在了老人的大拇指上。 这一次扎针的速度极快,时间也极短。 很快,李东将金针拔出来,又一针扎向了第二根手指。 扎完手指之后,李东看了看老人,发现对方依然还是昏迷不醒,于是开始针灸他的脖梗。 这一次针灸的时间就比较长了。 一分钟,两分钟,一眨眼,五分钟的时间过去了。 这个时候,病人的家属已经开始不耐烦了。 他们觉得,再这样继续下去,万一出事了,那要怎么办? 你到底行不行啊? 不行的话,我们就自己送医院了,可别把抢救的时间给耽搁了。 救护车呢?怎么这么久,还没来? 显然,他们现在都没有,还没有彻底相信李东是一个牛逼的医生。 毕竟这年头,骗子太多了。 这时,李东说真了,他扫了一眼吵吵嚷嚷的病人家属。 你们要带他走也可以,但别怪我没有提醒,只要你们挪动他的身体,就再也别想就回来了,不信你们试试。 他的声音冰冷,对于这种怀疑他的人,李东从来没有好脸色,想他堂堂东方第一一神。 在国外无数人求着他去救命都无门,这些人,当真是不是好歹?你吓唬谁呢? 那个男人怒视着李东,我告诉你,如果我爸有什么三长两短,就是,你把时间耽搁的,我跟你没完。 听到这话,李东都想一走了之,不管他们死活了。 但他抬头一看,就看到站在人群中的林宇柔跟刘靖他们。 看到李东抬头,林宇柔跟刘靖他们对李东投以一个加油的眼神。 李东的心情,顿时平静了下来。 你最好闭嘴。 不懈地扫了一眼那个男人,李东再次捏着金针,准备继续针酒。 他是真没把这个男人放在眼里,更不会怕他跟自己没完。 接着,李东再次出针了。 这一针,依旧扎在病人脖梗上面的穴道上。 而且跟前面那一针一模一样的位置。 但他出针的手法完全变了。 整根金针都在微微震动,发出轻微的嗡鸣声,看起来极为奇特。 他这一次用的,是太乙神针这门针酒绝技。 虽然面无表情,但可以看到李东的额头上开始慢慢出现汗珠。 可想而知,他施展这门针法需要耗费大量的精气神。 一股热气在金针下,出现在了老人的体内,宛若清风细雨,如木春风。 几乎同时,老人的身体忽然间猛地弹了一下。 在围观人群的惊呼声中,老人又再次躺了下来。 没关系,自然反应。 李东淡淡道,他没有拔针,继续碾动金针。 又过了三分钟,李东忽然间收针,然后轻轻一巴掌拍在了老人的后背上。 哥! 老人打了个宝格,一脸茫然地睁开了眼睛。 哎,快看,醒了,他醒了。 这医术厉害啊,堪称妙手回春啊。 我还以为这老爷子要挂了,没想到硬生生就回来了,这哥们的医术的确牛逼。 围观的人群爆发出欢喜的声音。 爸,您没事了,感觉怎么样? 爸,您要不要喝水,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爸,您说句话啊。 家属们看到老人睁开眼睛,同样一脸惊喜,各种问题。 李东淡淡道,别问了,他现在还说不了话。 先送回去休息几天,以后再也不能让他喝酒了,也不能吃刺激性的食物,大喜大悲的事情也不要告诉他。 医院就不用去了,我开个方子给你们,回去煎了喝掉,第二天应该就没事了。 李东说着,看向赵山河,去找纸跟笔来。 赵山河会议,朝着一个服务员招了招手,服务员立刻送了过来。 这里是餐厅,方便客人点餐,每个服务员的身上都有纸笔的。 李东拿着纸笔,刷刷几笔,在上面开了一个方子,然后递给那个中年男人。 做完这些,李东站了起来,准备离开。 哎,医生,您不能走啊。 那个中年男人连忙拉住李东的手,一脸陪笑,您刚才救了我爸的命,怎么着,我们也要好好谢谢你啊。 是啊是啊,总要给个出诊费什么的。 李东停了下来。 他转身看着这家子人,开口道,那好,出诊费就一百万吧。 什么?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李东,像是看着一个怪物。 怎么会这么多,随随便便扎几针,开个方子就要一百万,你怎么不去抢,中年男人不跃倒。 虽然他感激李东,但觉得李东是在狮子大开口。 就算是去医院,也花不了那么多呀。 你的意思,是你父亲的命不值一百万,李东笑眯眯地审视着他。 你,我可没有这么说,只不过一百万的出诊费太多了。 中年男人小声道,他虽然能来得起这里吃饭,一百万也能拿得出来,但也绝对不容易。 毕竟绝大部分的老百姓,别说一百万,就算让他们拿十万块出来,都非常困难。 如果是别人的话,我最多只收千八百就行了。 李东但笑道,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么多,中年男人不解? 因为我救人的时候,你们太吵了,这是噪音污染费。 李东的目光冷了下来。 刚才他被这家人又是威胁,又是嘲讽。 真是憋了一肚子气。 如果不是患者生命垂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说不定都要给这些家伙一些教训了。 话落,这一家子人脸上露出羞愧的神色。 只见那中年男人猛地抓起桌子上的一大瓶白酒,对李东道,刚才确实是我不对,是我有眼无珠,我不太会说话,就以酒谢醉吧。 说完,他居然直接对着瓶子,咕咚咕咚地吹了起来。 一口下去,竟然将足足一斤左右的白酒都喝完了。 如果你还不解气,的话,那,格,扑通。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身体就往后倒下了。 幸好身后有人及时拉住,把他拦了下来,不然的话砸在地上,脑袋恐怕都给开瓢。 医生,真的很感谢你救了我爸,请你留个联系方式跟地址吧,也方便我们以后登门道谢。 那个中年女人连忙到,一百万的出诊费虽然有些高,但我们还是能拿出来的。 既然你开口了,那我们一定会如数奉上,只不过,我现在身上没带那么多钱,不知道你能不能留个账号给我,明天我就让人打钱过去。 李东是在乎一百万的人吗?钱这玩意,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数字而已。 他现在所拥有的钱,就算几辈子他都花不完。 看到那个中年男人,这么豪爽的份上,他也不怎么生气了。 算了,你们还是赶紧带他回去休息吧,记住我之前的叮嘱,李东说完,静止离开。 大哥,这次多亏有你。 赵山河一脸崇拜地看着李东,虽然他并不在乎这家餐厅是否会受到影响。 但李东所展现出来的高超医术,还是深深地折服了他,不愧是刀割的大哥,各种手段简直神乎其神。 小事。 李东不在意地摆了摆手,先回去了,安置在你那边的几个人,尽量不要亏待了他们。 是,大哥。 接着,李东就跟林宇柔一家子离开了餐厅,前往停车场。 之前挡在李东车子前面的那辆保时捷,早已不见了踪影。 开玩笑,连赵山河都要喊李东大哥,那个小冯当时就直接把车子开走了。 并且暗暗下定决心,以后都不要得罪林宇柔一家。 一路无话,李东载着林宇柔他们回到了家。 刘静跟林国栋上楼去了,一楼客厅只剩下李东跟林宇柔。 李东打开电视机,摊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林宇柔没有上楼,而是在旁边坐了下来。 他坐在沙发上,并没有看电视,而是双手脱腮,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李东发呆。 不得不承认,李东是他目前而言看到过最好看的男人。 无论是五官,还是身材,亦或者是气质,都是上上之选。 这样的男人,又有钱,又能打,长得又帅,还那么体贴人,简直就是女人一辈子最理想的伴侣。 而这么优秀的男人,现在走进了他的生活,离他如此之近。 你在看什么? 李东注意到了他的目光,疑惑问道。 看你。 林宇柔坦白直接地回答。 他自己都没有发现,他眼眸里都带着一丝笑。 因为这一笑,眼窝未知的两道卧蚕就格外地迷人性感。 我有什么好看的? 李东笑道。 其实,人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希望对方更加用力,更加卖力地称赞自己。 这不是质疑和反对,而是一种暗示和勾引。 刚才你在餐厅里救人的样子,还挺好看的。 林宇柔笑着道。 他的确非常佩服李东,能在那种情况下临危不乱,将人救了回来。 这种本事,真的太厉害了。 小意思而已。 李东听到林宇柔在夸自己,心里感觉非常爽。 在他眼里,林宇柔是一个很善良,很漂亮的女孩。 她无论做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表情,在李东的眼里,都是那么的赏心悦目,让她的心情非常舒爽。 或许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 而且,经过这几天的相处,李东发现她越来越喜欢她了。 那我以后生病,就不用去医院了,直接找你。 林宇柔声音软糯糯地道。 没问题啊。 李东笑着道,你有需要,就可以随时找我,保证服务到位,还不收钱。 那我让我妈捡你房租。 林宇柔咯咯笑着。 李东正正地看着她。 这一刻只觉得生活是如此的美好。 同时,苏家。 今日的苏家迎来了一个贵客。 省城赵家的大少爷。 赵凯。 为了表示重视,苏家家主苏建国让人准备了一大桌丰盛的饭菜,为赵凯接风洗尘。 餐桌上。 酒过三巡。 赵凯拿着一根牙签摊在椅子上,眯着眼睛看着苏建国苏家主。 我爸呢,他有事来不了,所以你要解决的麻烦,只好让我来帮你了。 他看起来一副吊铛的样子,仿佛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事实上,从小到大都是如此。 因为他是省城赵家的公子,只要是他想要的东西,就算是天上的星星,赵家主都会想办法给他。 被宠溺的程度,比苏建国的儿子苏平还要厉害。 有赵公子的帮助,区区麻烦,肯定守到勤来。 苏建国恭维了一句,笑着道,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想请赵家出手援助我对付东海的赵山河。 这件事情当初我跟您的父亲有商议过的。 赵山河? 赵凯一脸不屑,这个名字我听说过,只是一个莽夫而已。 苏家主,不是我说你,这种阿猫阿狗你都对付不了,还怎么称霸东海。 苏建国脸色有些难看。 因为赵凯这话,是在教训他。 他几十岁的人了,在东海号称第一豪门家族,从未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 现在却被一个矛头小子说叫。 虽然心中有些不满,但他还是带着笑容道,赵公子有所不知了,那赵山河虽然是一介莽夫,但他不是一般的莽夫,要是那么容易对付,我就不用找你们帮忙了。 赵凯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这是废物才用的说辞。 这些年,你们苏家能发展到现在,我们赵家给了你们多少资源,赵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颇有点指点江山的模样。 可是你们呢,这么久了都解决不掉一个莽夫,说真的,你很没用啊。 苏建国的脸色更加难看了,心中有了怒火。 不过他还是没有发作,因为对方是省城赵家的公子。 苏家以后想要进军省城,还要依仗赵家的鼻息才行。 苏建国深深吸了口气,是是是,赵公子教训的事。 赵凯正要说话,这时,忽然一个长得极美的女人进来了。 建国,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来找人家? 他声音软糯糯地说着,忽然看到了,旁边还有人。 啊,家里来客人了。 这声音真的是太魅惑了,让人听了感觉仿佛有虫在心里爬,痒痒的。 而且这女人年纪不大,约莫三十左右,长得那叫一个妩媚,一双美眸仿佛要滴出水来一样,穿着旗袍,身材更是爆炸的那种。 她就是苏建国的第十七房,小姨太沈瑶。 以前是一个三流小明星,被苏建国看上之后就收入房中,成了禁鸾。 是苏建国目前最疼爱的女人。 看到这个女人,赵凯一下子就挪不开眼睛了。 她人生最大的乐趣,除了找刺激之外,就是好色了。 特别是一些长得漂亮的人妻,她更是喜欢,平日里没少干这种事。 看到赵凯的模样,苏建国脸色一变。 赵公子,这位是我的第十七房一太,沈瑶。 她一边介绍着,一边冲着那个女人使眼色,让她过来,自己身边沈瑶看到了赵凯的眼神不对,心中一慌,连忙朝着苏建国走去。 但,赵凯起身了。 她伸出手,拦住了沈瑶。 苏家主真会享受,从哪找的这么一个极品,赵凯一边说着话,一边伸手去摸沈瑶的下巴。 苏建国脸色难看到了极点,赵公子,请你自重,她这下是真的怒了。 这个赵凯太放肆了,对她出言不逊也就罢了,现在还要调戏她的女人,这谁能忍。 这一刻,她有种引狼入室的感觉。 沈瑶被吓得花蓉失色,求助地看向苏建国。 自重。 赵凯邪媚一笑,我赵凯的人生中,没有自重这两个字,苏家主,这个女人我看上了,借我玩一下可以吧? 砰。 苏建国猛地一拍桌子。 赵公子,下话线下话线,她大喝一声,怒容满面。 然而,赵凯却当没听到,她此时已经拉住了沈瑶的手,将她拉到了自己的怀里。 苏建国忍不住了,老蔡。 老蔡刚想有所动作,刷了一下,一道人影站在了她的面前。 正是赵凯带来的那个准宗师。 你敢动一下,我就捏断你的脖子。 这位准宗师面无表情,淡漠地看着老蔡,他知道少爷的脾气,这个时候谁都不能去打扰他,否则愤怒起来的赵凯,他都要遭殃。 强大的气场笼罩着老蔡。 老蔡咽了下口水,只觉得自己的心脏都在剧烈跳动着,心中犯不起丝毫的战役。 对方太强了。 单单是气势,就压制得他动弹不得。 还有你,苏家主,我劝你也最好不要动。 准宗师看向苏建国,威胁道,不就是一个女人而已,让我家少爷玩一下又不会死,可你要是敢打扰了他的雅兴,那种后果你觉得不想承担。 苏建国紧握着拳头,浑身都在颤抖着。 愤怒。 委屈。 不甘。 各种负面情绪,让他整个人快要爆炸了。 太憋屈了。 他这么做,不觉得有点过分吗? 苏建国怒问。 准宗师面,吴表情道,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用,任何事情等他发泄完了再说。 他太清楚赵凯的脾性了。 事实上赵凯连这个更过分的事情都做过。 上了一个比苏建国更牛逼大佬的妻子,但最终,赵凯什么事情都没有。 被赵家摆平了,而赵凯只是被禁足了七天而已。 相比起来,苏建国这个算个屁。 再说了,苏建国有那么多一态,这个让赵凯玩一下又如何,苏建国气得要死。 但他却很清楚,在一位准宗师面前,就算整个苏家的护卫一起上都不是对手。 他要是敢动手,苏建国毫不怀疑对方会对自己出手。 此时,赵凯已经将那个沈瑶拦腰抱了起来,朝着一楼的一个房间走去。 啊,不要啊,建国,救我,救我啊。 沈瑶发出了惊恐无比的呼叫声。 苏建国听到他的呼叫声,牙子欲裂,气得整个人都快要爆炸,快要憋屈死了。 他堂堂苏家家主,东海市第一豪门的家主,可是现在,他却连自己最喜欢的女人都保不住。 也不知道是赵凯忘记了,还是特意而为之,他抱着沈瑶进去,房间门却没有关上。 于是,所有人都清楚无比地听到里面传来的声音。 沈瑶的尖叫声,哭声,还有赵凯的狂笑声,甚至是撕裂衣服的声音,再接着。 更加不堪入耳的声音传来。 大约十分钟左右,赵凯出来了,吐着酒气,一脸舒爽的样子。 他静止来到餐桌上,没有理会苏建国怒视他的样子,反而给自己斟了杯酒,一饮而尽。 爽,下话线。 赵凯摊坐在椅子上,这才看向苏建国。 谢谢了呀苏家主,你这个仪态真的很不错,少爷我很尽兴。 苏建国死死握着拳头,强忍着怒气,但最终还是没有发作。 他不敢啊。 而且他这十分钟认真想过了,虽然他很疼爱沈瑶,但是跟苏家的前途相比起来,区区一个女人又算得了神。 妈。 苏家想要进军省城,就必须要依仗赵家的力量。 就凭这一点,牺牲掉沈瑶也是值得的了。 赵公子喜欢就好。 苏建国道。 赵凯打量了一下苏建国,有些诧异。 他还以为苏建国会愤怒地指责他,直接翻脸呢。 没想到这么能忍。 行了,苏家主的招待少爷,我很满意,你的那个麻烦,明天我就带人去解决掉。 赵凯挥了挥手,准备离开。 这时苏建国心中一动,开口道,赵公子很喜欢女人。 怎么,你要把那个一太送给我,本少爷从来不玩同一个女人,还是你留着自己玩吧。 赵凯摆了白手。 赵公子误会了,我知道一个女人,长得极美,估计赵公子会喜欢。 苏建国抢笑道,嗯,什么样的女人,在哪里,赵凯目光一亮。 他好不容易出来一趟,能多玩几个女人,他当然乐意。 我儿子苏平被人打断了双腿,就是因为一个女人,也正是如此,我苏家才会招惹上那个麻烦。 苏建国笑着道,如果赵公子能带人去解决掉那个人,那个女人自然也属于赵公子的了。 赵凯想了想,点头道,行,我记住了。 说完不再停留,带着那个准宗师离开了。 等他离开,老蔡一脸欠一地道,家主,对不起。 老蔡觉得自己太没用了,本以为带着赵凯回来,会直接替苏家解决掉李东那个麻烦。 却没想到让苏建国蒙受了这么大的屈辱。 苏建国脸色阴沉,紧紧握着拳头,这是不怪你,老蔡,记住了,小不忍择乱大谋,今天的事情我会记下的,等以后我苏家进军省城有了力量,今日的屈辱,我定会百倍奉还。 次日,李东送林宇柔去公司之后,就直接去了赵氏集团。 去那里,自然是要为刀扒他们施针,让他们恢复更快一些。 林宇柔在公司处理了一些文件之后,新招的女助理敲门进来。 林总,十点半您约了客户,现在该出发了。 林宇柔点了点头道,好,我知道了,现在就走吧,很快。 女助理就开着车载着林宇柔离开了公司,直奔清和一品。 他们没有看到,在他们离开公司的时候,在公司门口,有两个男人目视着他们离开。 现在公司进行最大的项目,就是跟赵氏集团合作的那个,林宇柔虽然身为总经理,但她却亲自跟进这个项。 目的,今日就是跟赵氏集团的一个部门经理约好了在这里商谈一些项目细节。 这个部门经理,也是一个女性,保养得很好的中年女人。 但容貌身材都很一般。 商谈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包厢门打开了。 两个男人走了进来。 正是从省城来的赵家公子赵凯跟那个准宗师。 以赵家的能耐,要查一点事情,简直太容易了。 所以很轻易就知道李东住在林宇柔家中,也知道林宇柔现在上班的公司。 本来赵凯打算让身边的准宗师直接出手干掉李东,但当他远远看到林宇柔的时候,立刻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为林宇柔的容貌,一下子吸引到他了。 赵凯这辈子玩过太多的女人,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清纯漂亮的美女。 虽然一眼看出是个厨,但他却立刻下了决心,今天要换个胃口,于是他跟那个准宗师一路跟到了这里。 你们是什么人? 请你们出去。 看到有人进来,林宇柔的女助理立刻脸色一冷。 赵凯没理会他,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林宇柔。 忽然,他朝着外面大声喊道,我宣布,在场所有人的消费,都有我赵公子买单。 喊完之后,他又看向林宇柔,露出一个邪魅的笑容。 这位美女,怎么称呼? 林宇柔同样皱起了眉头,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请你出去。 赵凯一笑,伸手朝着林宇柔的下巴摸了过去。 现在不认识不要紧,很快我们就认识了。 林宇柔脸色一变,身子往后一缩,你想干什么? 请你放尊重点。 尊重? 赵凯不在意地笑了笑,美女,我已经很尊重你了,知道吗? 要是我不尊重,现在我已经扒光你的衣服在干你了。 这话太露骨了。 林宇柔脸色极为难看,指着门口,先生,请你立刻出去,否则我要叫保安了。 那你叫啊,赵凯毫不在意。 有一位准宗师在身边,他有恃无恐。 在他看来,在这个小小的东海,根本就没人能抗衡他身边的这位准宗师。 所以他可以在东海横着走。 事实上,不用林宇柔叫,保安已经过来了。 开玩笑,经过昨晚的事情之后,赵山和就已经吩咐下去,以后林宇柔一家子跟李东来这里,就是最高级别的贵宾。 任何人都不能打扰先生,请你出去,一个保安对赵凯发出了警告。 我不出去又如何,赵凯轻笑。 那我只好亲自请你出去了。 保安说着,一只手朝着赵凯的肩膀抓去。 赵凯动也不动,就在这个保安的手即将抓到赵凯肩膀的时候,他身边的准宗师动了。 咔嚓! 速度快到了极点,准宗师猛地抓住保安的手腕一扭。 骨头断裂的声音响起。 啊! 那个保安发出痛苦的叫声,另外几个保安见状脸色一变,也动手了。 但他们怎么可能是那个准宗师的对手,不到三个呼吸,全部断了手脚,躺在地上哀毫不已。 一群蝼蚁。 赵凯冷笑一声,重新看向花容失色的林宇柔,继续伸手摸向林宇柔的下巴。 美女,我们交个朋友怎么样? 你想怎样?你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认识赵山河,你不要乱来,林宇柔心中大惊,只好抬出赵山河的名头,企图能吓退对方。 赵山河? 赵凯晒然一笑,那又怎么样?在我赵公子的眼里,那就是一个垃圾。 知道吗?很少有女人能被我看得上眼,你是第一个,这样吧,以后你就跟着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吃喝的,熬。 她起了心思,想将林宇柔带回省城。 这种青春而极品的女人,她想多玩几次。 但她的话还没说完,就发出痛呼声。 因为林宇柔忽然猛地一口咬在了她的手上,很用力,血痕都出来了。 曹! 赵凯心中大怒,直接就是一巴掌。 这一巴掌很用力,打在林宇柔的脸上,将她整个人都打得摔在了地上。 眼貌金星。 那个女助理,看到老板被打,也怒了,我跟你拼了。 她拿起了公文包,朝着赵凯的脑袋砸去。 砰! 赵凯一闪身就躲开,同时一脚飞出,狠狠地踹在了她的肚子上。 女助理闷哼一声,后背撞在墙壁上,翻了个白眼,就晕厥了过去。 剩下的那个赵氏集团部门女经理,同样脸色大变,她下意识地就想朝着外面冲去。 没办法,留在这里只能挨打,跑出去才能搬救兵啊。 可是赵凯没给她机会,同样一脚将她踹倒在地。 救命,救命啊! 她倒在地上,没有挣扎爬起来,而是扯开嗓子大喊了起来。 但赵凯却不理她了,直接走过去,一记手刀砍在林语柔的脖梗上,林语柔闷哼一声晕过去了。 赵凯示意一下,那个准宗师抓着林语柔扛在肩膀上,两人大摇大摆地出去了。 等他们离开,清河一品看厂子的人才终于到来。 他们看到这一幕,脸色一变,连忙道,发生了什么事? 快,通知赵总,林语柔小姐被人抓走了。 那个部门经理一脸痛苦地道。 刚才赵凯的那一脚,差点没有让他差起。 看厂子的人脸色一变,直接拿出了手机,开始拨打电话。 彼时,李东正好帮刀疤他们湿针完毕,经过这两三次湿针,刀疤他们受损的经脉已经彻底痊愈了。 太乙神针的效果,那是绝对的牛逼,是任何药物都无法替代的。 李东估摸一下,按照这种恢复速度,恐怕不用一个星期,刀疤他们的手脚就可以彻底痊愈。 此时的刀疤等人,对李东的佩服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 这么短时间内,让他们恢复到这种地步。 这份能耐,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等你们好了之后,我就对你们开始特训,用不了多久,你们就会知道什么,才叫做真正的强大。 但我先声明,那将是非常辛苦的特训,你们敢不敢尝试? 刀疤几人对视一眼,心中没有丝毫的怀疑。 当初李东一拳击溃老蔡的那一幕,至今都还在他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那种力量,那种气势,真的是太可怕了。 这种强者愿意教自己这些人,刀疤等人求之不得。 我们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有什么不敢的,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大哥,我们的命,就是你的了。 刀疤赶紧表忠心。 这话一出,赵山河有些不乐意了。 你们都叫大哥,那岂不是要跟我平起平坐了? 他正要说话,忽然手机响了。 拿出来接通,仅仅是几秒钟,赵山河的脸色就变了。 马上给我调取监控,把录像发过来,他要是出点什么事,我弄死你们这些废材。 挂断电话,李东皱起了眉头,怎么了? 赵山河的样子看起来太不同寻常了,竟然慌乱。 大哥,出事了,林宇柔小姐,他。 李东脸色一变,他怎么了? 他在清河一品,被人抓走了。 这一瞬间,赵山河后辈的冷汗都出来了。 本以为李东会瞬间暴怒,但他没有,而是深深吸了口气,紧握着拳头道,你立刻动用关系,调取所有路口的录像,我要知道,他被人抓去了哪里。 查到了,立刻打电话给我。 李东说完,直接冲了出去。 他的脸色,阴沉到了极致,嘴里喃喃道,我不管你是谁,要是敢伤害到他,绝对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 李东第一个想到的,是苏家的报复。 因为在东海,他现在得罪的,就只有苏家。 他心中很是懊悔。 早知道今日就不来赵氏集团了。 若是他没有离开,就会跟在林宇柔的身边保护他,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了。 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及时找到林宇柔,将他解救出来。 这辆新买的奥迪A5,李东直接将油门踩到底,咆哮飞奔在路上。 大约五分钟左右,手机响了。 赵山河打来的。 李东接通,对面传来赵山河的声音,大哥,找到了,在凯悦大酒店。 好。 李东挂掉电话,面无表情,方向盘一转,直奔凯悦大酒店。 并且,车子的速度更快了。 凯悦大酒店。 这是一家五星酒店,并不是赵氏集团的产业,而是极为低调的王家的产业。 王家在东海属于三大势力之一,但却是最为低调的势力。 普通民众甚至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家族。 赵凯现在就在这家酒店里面。 一个总统套房里面,赵凯将昏迷的林宇柔扔到了床上,让那个准宗师守在外面。 这一路上,他压根就没有掩饰自己的行踪。 没办法,他就是这么自信。 只要有那个准宗师在,就没有人能打扰得到他。 就像是昨天晚上在苏家上了那个苏建国的小姨太一样。 林宇柔本来是昏迷的,被赵凯这么一扔,立刻就醒了。 他睁开眼睛,只觉得自己的脖梗位置传来一阵阵疼痛,再一看四周,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而且,面前还多了一个陌生的男人。 啊!下意识地,他立刻发出尖叫声。 这场景太可怕了,看到那个男人的目光,林宇柔立刻知道对方想要做什么了。 没有丝毫犹豫,他直接爬下床,朝着门口冲去。 但很快,赵凯就抓着他的头发,把他脱了回来。 放开我,你想干什么?救命啊! 哈哈,你叫吧,就算你叫破喉咙也没用的,我劝你还是乖乖地听话,把我伺候好了,说不定我心情好,就放你走了呢。 赵凯哈哈大笑着,他很享受这种感觉。 事实上,每一次干这种,他都非常迷恋这种感觉。 简直让人陶醉啊。 你快放了我,我男人叫李东,他是赵山河的大哥,你敢伤害我,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这一刻,林宇柔多么希望李东能在他的身边。 李东,就是那个废掉苏建国儿子的人。 赵凯吃笑道,就算他在这里,也就不了你,还是乖乖,跟本少爷爽一次吧,说着,他怪笑一声,朝着林宇柔扑了过去。 林宇柔当然要挣扎了,挣扎的过程中,恰好一巴掌打在了赵凯的脸上。 这下惹怒赵凯了。 他五官有些猙獰,直接掐住林宇柔的脖子,狠狠地一巴掌扇在林宇柔的脸上。 这一巴掌力量更大。 林宇柔嘴角直接溢出了鲜血,思维都在这一刻慢了下来。 同时,李东已经来到了凯悦大酒店。 他没有乘坐电梯,而是直接朝着上面冲去。 根据情报,对方有两个人,一个是跟班,所以对方要是想做那种事,肯定会让跟班守在门外。 李东的速度快到了极点,像是鬼魅一样,一层一层地扫尸而过。 当来到第十层的时候,李东停了下来。 因为他看到了。 一个大约三十几岁的男人守在一个总统套房外面。 虽然隔着很远,但李东依旧从对方身上感受到了舞者的气息。 就是这里了。 李东面无表情,直接冲去。 对方也立刻发现了李东,远远地就爆喝出声,我劝你最好停下,否则你会后悔。 刷! 李东猛地加速了。 这一刻,他爆发出了所有的力量,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那个准宗师的瞳孔,也是骤然收缩,心中骇然到了极致。 怎么可能,他心中只来得及泛起这么一个念头。 李东就来到了他的面前,他只来得及抬起手,接着就听到自己的胸膛传来了骨头碎裂的声音,然后倒飞起来,砸向总统套房的大门。 哄! 就像是地震一样,大门直接被那个准宗师的身体砸开,碎裂成几块。 一拳! 仅仅是一拳,赵凯带来的这个准宗师,就被李东干趴下了。 毫无还手之力。 弱得就像是蚂蚁一样。 这样的动静,也惊动了里面的赵凯,他豁然转身朝着大门看去,怒喝道,草,阿达你,是不是想死? 下话线? 然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看到口中的阿达已经躺在了地上,瞪大了双眼,一脸的恐惧。 确实没有了气息。 什么? 赵凯惊了,他豁然朝着门口看去。 就看到一道如同杀神一般的身影,浑身上下,散发出无比恐怖的杀意。 自然就是李东。 李东一进来,就看到林语柔的衣服已经被撕裂了一半,不过里面的春光还没有暴露出来。 他还看到了林语柔有些红肿的脸颊,以及嘴角溢出的鲜血。 林语柔现在满脸的恐惧,闭着眼睛大叫,不要,不要啊! 李东怒了,暴怒到了极致,战神之怒。 他深吸口气,直接朝着赵凯走去。 面对气势如虹的李东,赵凯差点被吓尿了,他连连后退,你是谁,不要过来,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是省城赵家的大少爷赵凯,赵丽是我爸。 你敢动我?赵凯的话还没有说完,李东已经消失在原地,来到他面前,一把抓住了他的咽喉。 砰!李东随手一甩,赵凯就像是一件玩具一样飞到了墙壁上。 他刚掉落下来,李东又来到了他的面前,一个膝状。 不!就像是鸡蛋碎裂的声音响起。 却是李东直接废掉了赵凯的第三条腿,两只小鸟蛋都碎成了渣渣。 嗷嗷,下化线。 赵凯的眼睛都快要瞪出来了,口中发出痛苦无比的惨叫声。 但下一刻他的惨叫声吓然而止。 咔嚓!李东一拳轰出,直接打在了他的咽喉上。 里面的骨头直接碎裂成渣。 赵凯瞪了眼睛,一脸不敢置信,身体缓缓地软了下去。 解决掉这个人渣,李东平复了一下内心的愤怒。 接着走向林雨柔,伸手摸向他的脑袋。 雨柔,我来了。 刚触碰到林雨柔的脑袋,林雨柔顿时挣扎了起来。 手脚乱踢。 不要过来,求求你不要过来,放过我。 是我,雨柔,是我呀。 看到林雨柔这个样子,李东都快要心疼死了。 听到李东的声音,林雨柔猛地抬头,看到了李东, 猛地一下扑在了他的身上。 李东,你来了,你终于来了,呜。 他吓得浑身都在发抖,紧紧地抱着李东,只有这样,他才能感受到安全感。 李东轻轻拍着他的后背,安抚着他好了,没事了,有我在,没事了。 同时,他的目光冰冷了下来。 省城赵家。 他已经下了决定,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让这个家族消失在这个世上。 龙有逆临,处之即死。 林雨柔,以及身边的人都是李东的逆临。 在李东的安抚下,林雨柔渐渐平静了下来,李东一看,他竟然已经睡着了。 受到了这么大的惊吓,整个人都处于极度的精神紧绷状态,看到李东,他整个人的精神松弛下来,自然就睡着了。 登登登。 这时,外面传来了一阵阵脚步声。 确实这家酒店的保安来了。 这里发生这么大的动静,要说没人来那才是怪事了。 几个保安冲了进来。 他们一看房间的场景,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搜,下画线下画线下画线。 每个保安都手持一根电棍,指着李东,如临大敌。 逆。 一个保安刚想立鹤,但李东却豁然转身,一双冰冷的眼眸锁定了他。 一股恐怖的杀意席卷而出,将这几个保安笼罩了起来。 于是,那个保安才刚刚说了一个字,剩下的活生生厌了回去。 太可怕了。 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恐怖的眼神。 仅仅是一眼,就让他们所有人如坠冰窖。 他睡着了,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安静。 李东淡淡道。 这个时候,要是有人敢吵醒林宇柔,李东绝对不会对他客气。 几个保安艰难地咽了下口水,念面相去。 这个人,好可怕,他是谁? 登登登。 这时候,又有人来了。 为首赵山河带着一群人冲了进来。 一进来,就看到一个年轻人瞪大眼睛靠在墙角,没有了声息,另外一个倒在另一边,同样死活不知。 而李东则是抱着林宇柔,林宇柔却不是醒着的状态。 赵山河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大哥,李东摇了摇头,他没事,只是受到了惊吓,睡着了。 赵山河顿时松了口气,他无法想象要是林宇柔出了点什么事情,愤怒起来的李东到底有多么恐怖。 在刚才过来之前,他已经打过电话给刀哥了。 那边的刀哥只有一句话,不管李东要做什么,都要全力配合,哪怕要他现在去死,他也要听命。 索性?索性林宇柔没事。 至于躺在地上的那两个人,赵山河根本不在意。 这个时候,就算对方是天王老子也没用。 感动大哥的女人,就是找死。 这里交给你来处理了。 李东抱着林宇柔往外面走去,忽然他停下,对赵山河道, 之前我跟你说过的那件事,手里的一些生意,该丢掉得尽快了。 说完,他直接离开。 根本没有人胆敢阻拦。 特别是那几个保安,当看到赵山河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知道,这件事情,他们是没有资格来参与的了。 赵山河,赵氏集团的老总,那可是跟他们王家家主平起平坐的存在啊。 听到李东这话,赵山河心中微微一领,心想,回去之后,立刻就将手中的灰色产业全部丢弃等李东走了之后,又有人姗姗来迟。 东方银行东海市分行行长邱鸿图,以及一个约莫五十来岁的中年人。 这个中年人不怒自威,一看就是身居高位的人。 邱鸿图跟在他身后,落后半个身体。 怎么样?中年人来了之后,快速扫尸一圈,一脸着急地问道。 大领导您好。赵山河对这个中年人点了点头道,林小姐没事,大哥带他先走了。 这个中年男人,赫然就是东海的大领导。 大领导一听这话,顿时松了口气。 事实上,当他得到消息的那一刻,心里一下子就慌了。 因为他也不敢想象暴怒之下的战神会有多么恐怖,会对东海造成多大的影响。 恐怕天翻地覆都不为过。 幸好没事啊。 这两个人是谁,好大的胆子。 大领导看向已经没有了声息的赵凯以及那个准宗师,阴沉着脸。 赵山河上前看了看,皱起了眉头,摇头,我查过了,他们不是东海人,应该是从省城过来的。 我还查到,这两人昨晚与苏建国见过面。 大领导的脸色越加阴沉。 苏家,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看来是要好好警告他一下才行了。 不过他心里还是有些小失望。 又错过跟战神见面的机会了。 李东带着林雨柔直接返回到家里。 一路上,他开车很慢,尽量开得平稳,生怕吵醒了林雨柔。 回到家里,刘静顿时一脸诧异。 咦,你们怎么回来了? 雨柔他怎么了? 接着看到李东抱着林雨柔,顿时慌了。 林国栋在看报纸,此时将手里的报纸放下,同样一脸担忧。 李东没有说话,直接抱着林雨柔到他房间的床躺下。 接着他走出来,想了想,便将事情跟刘静说了一遍。 他本来想隐瞒的,但刘静跟林国栋是林雨柔的父母,有权利知道事情的真相。 听到李东说完,刘静跟林国栋一脸后怕。 那些人怎么还不肯放过我们啊? 刘静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小冬,谢谢你了,今天多亏有你了,不然的话,雨柔他的人生就毁掉了。 下话线。 他太清楚林雨柔的性格了。 要是真的被人侮辱,林雨柔恐怕会走极端做傻事的。 阿姨、叔叔,今天是我疏忽了,才让那些人钻了空子,我保证,从今天开始,以后我不会再离开他身边半步了。 李东一脸认真的给出了承诺。 下午,林雨柔醒了。 他睁开眼睛,看到的是雪白的天花板,愣神了片刻。 接着,他立刻想起了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情,吓得脸色发白,赶紧从床上爬了起来。 四处一看,有些熟悉。 才发现,自己这是在家,这是李东租的那间房。 他才想起来是李东救了自己。 你醒啦? 这时候,李东进来了。 他手里端着一碗粥,很小心地在床头柜放下来我睡多久了。 林雨柔问道。 他脸色还是有些不太好。 毕竟受到了那样的惊吓,已经给他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有几个小时了。 李东轻声道,你刚行,先喝点粥吧。 说着他端起了粥,在床边坐下,非常贴心地吹凉一些,才送到林雨柔的嘴边。 林雨柔愣住了。 他正正地看着李东,这一刻他内心无比地感动。 就是这个男人。 是他救了自己。 第二次了。 林雨柔不敢想象,要是当时李东没有及时出现,他的命运将会如何地悲惨。 在他的记忆中,除了父亲之外,也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这么温柔地对待他。 林雨柔觉得自己的心都要化了。 他无声地喝着粥,泪水却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 好了,不哭了,再哭就成小花猫了。 李东轻轻为他是擦眼泪,柔声道,今天是我疏忽了,要是我没有离开你的身边出去,你也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是我不好。 不,不是你的错,是我不好,我应该听你的话留在公司,不应该出去的。 林雨柔哭得更厉害了。 好了好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那些坏人,他们再也不会来伤害你了。 来,啊,小心烫。 林雨柔正正地看着李东,此时内心只有一个想法。 以后要是身边没有了李东,他将要怎么办? 不知不觉中,在这短短的几天内,这个男人,竟然已经在他心中留下了如此深的烙印。 笔石 苏家 苏建国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神色有些不耐。 经过昨晚的事情之后,他那个最喜欢的小姨太,已经被扫地出门了。 被其他男人碰过的东西,他就算再喜欢,也不会再碰。 对于赵凯的恨意,他深深埋藏在心里。 此时他有些暴躁的原因,是因为赵凯跟那个准宗师去了那么久,居然还没有消息传回来。 按道理来说,即便花费一些时间干掉那个李东,再上了那个林雨柔,也花不了这么长时间啊。 到底怎么回事,难道赵凯解决掉他之后,直接离开东海,返回省城了? 这么想着,老蔡忽然从外面快步走了进来。 家主,大事不好了。 苏建国脸色一沉,连忙问道,说,打听到了什么? 赵公子跟那个准宗师,恐怕没了。 老蔡说着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充满了惊恐。 什么?怎么可能,苏建国第一个就是不信? 那可是省城赵家的公子,身边还带着一个准宗师,怎么可能会出事? 那个打伤自己儿子的人,怎么可能干得过那个准宗师? 是真的。 老蔡连忙道,我查到的消息,是赵公子强行抓走了那个林雨柔,去了王家的凯月大酒店,但之后就没有再出来过。 里面的几个保安说,赵公子跟那个准宗师,当时就已经死了。 苏建国脸色瞬间苍白赵公子, 死在了东海。 如果是真的,那么事情真的大条了。 连他苏家,都要受到极大的牵连。 赵家的怒火,在东海,谁能承受? 快,立刻派人去省城,将这件事情通知赵家主,是。 赵氏集团。 总经理办公室里面,此时做了不少人,都是一些五大三粗的汉子。 赵山河能走到今时今日,坐拥这么大的资产,并不是靠他自己一个人打下来的,而是靠身边的这些弟兄们。 平日里,他很少将弟兄们召集到集团公司里面,一旦召集,就代表有重大的事情要宣布。 大哥,到底什么事情,你就不要卖关子了,直接说吧,有人耐不住性子,直接问道。 其他人也纷纷看向赵山河,一脸好奇。 好,既然如此,那我就说了。 赵山河脸色肃然,沉声道,召集你们过来,是想宣布一件事情。 从今日起,我们集团公司手中所有的灰色产业,以最快的速度清理掉,即便亏本,也不要留着。 这话一落,顿时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 大哥,这怎么行? 有人立刻叫嚷了起来,那些产业要是都没了,我们大家的收入都将会减少三成,下面的弟兄们会不满的。 是啊,大哥,那些产业不能丢啊,赵山河脸色一沉。 他扫视全场,严肃道,你以为我就很想丢掉那些产业,不过我要告诉你们,如果我们再留在手里不放,我们所有人都会遭殃,身家性命都不保。 别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我也不想这么做的。 这话太严重了。 所有人心中一惊。 大哥,难道你提前得到了什么消息? 有人问。 赵山河点了点头,指了指天上,不出意外,这几天里,上面可能会有一场大动作,所以,为了小命,就按照我的命令去做。 说着他停顿了一下,目光转冷,扫视全场,可若是有人敢不按照命令行事,那就不要怪我赵山河不讲情面了。 是,大哥。 所有人心中凛然,赶紧应试。 接下来,赵氏集团手里的一些灰色产业,就开始抛售了。 甚至以亏本的价格,也直接转让了出去。 这可把其他势力都高兴坏了,纷纷收购。 这种产业虽然见不得光,但却极为赚钱,一直以来都被三大势力牢牢握在手里。 现在赵氏集团抛掉,这个消息直接震动了整个东海的地下世界。 其中以苏家与王家为首的家族势力,大量收购这些灰色产业。 所有人都认为赵山河疯了,连这种自损利益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一时间,赵山河成了东海地下世界的笑柄。 晚上? 林家? 林宇柔回家之后,就没有再去公司。 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她现在的心情都没有办法平静下来。 想想都后怕。 以至于她晚上吃饭都没有什么胃口,草草吃了几口就算了事李东看她心神不宁的样子。 就说,要不今晚给你斟酒一下吧,可以帮助你安稳心神。 林宇柔犹豫了一下,点头道,好。 等到了九点多钟,刘静跟林国栋,他们都睡下了,李东才上到二楼,来到了林宇柔的房间。 林宇柔已经沐浴过了,此刻她身上散发出一股带有女人特有的体香跟沐浴露的香味。 身上穿着一件枣红色的丝绸睡衣。 李东打量着林宇柔,看到这件睡衣薄如残意,贴身的丝绸使得林宇柔的身材凹凸有致,火辣性感,让人血脉喷张。 要喝点什么吗?林宇柔问道。 她内心是有些紧张的,因为李东是除了林国栋之外,第二个进入她房间的男人。 而且还是大晚上,而且她还穿了这么一件性感的睡衣。 不用了,我刚喝了水。 李东摇头,说着她又忍不住打量了一下林宇柔,心神不由地一阵摇曳,赶紧道,我们开始吧,你要不要换一身衣服。 这件衣服给她的冲击力有些大。 不用啊,我刚洗完澡。 林宇柔摇头道。 行,那我们开始吧,李东笑了笑。 她潜意识还是希望林宇柔能换一身衣服的。 毕竟这身衣服给人的视觉冲击力太大了,会让人分心的。 当然,如果是其他女人,就算再漂亮,再性感,甚至脱光了在李东面前,李东也不会有其他想法。 她心里已经被林宇柔给装满了。 李东觉得,这个样子的林宇柔,就像是火山一样,越是靠近她,就越有被她燃烧的架势。 心不平了,自然手就不会太稳。 当李东强行集中精神给林宇柔施展最后一针的时候,额头冒出来的汗水滴落到眼眶。 于是她出针的手,还是偏了一点点。 啊,下化线。 林宇柔顿时惊呼出声。 她的大腿位置,有着细密的血丝渗了出来。 对不起,对不起。 李东手忙脚乱地拿来了纸巾,掀开林宇柔的裙摆帮她试擦。 我自己来就好了。 林宇柔低声道,她大腿根部被李东这么大面积地接触,让她的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了起来。 撑着床上的双手,几乎要用光自己的力气了。 虽然李东已经走进了她的心里,可是,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一个异性啊。 而且,她的身体极为敏感,被李东一触碰,就立刻有了强烈的反应。 啊! 林宇柔身体一软,整个人朝着后面倒去。 趴在她身上的李东要伸手抱住她,结果两个人都一起滚到了床上。 李东虽然是名震全球的战神,但在男女方面,她却是一个初歌。 特别是面对自己最心爱的女人,李东就跟普通的男人没什么两样了。 胸襟大开,春光乍蟹,冰激欲敷,怀逆四苏。 李东就那么安静地躺在林宇柔的怀抱之中,明知道这样不对,但却不想离开。 没办法,因为太舒服了。 林宇柔的身体软软的,就像是一根面条,又像是一张棉被躺在上面,可以当作棉被来盖,压在下面,可以直接荡床来用。 柔软,舒适,沁香入鼻,让李东简直不想起来了。 然后,李东微微仰头,就看到了眼前那道深邃迷人的雪白。 她深深吸了口气,眼神,开始变得炙热了起来。 而林宇柔,被李东抱着倒在床上的那一刻,心中就猛然一颤。 下一瞬,一股浓郁无比的男子气息,直接迎面扑来,让她放心一颤,心跳如同小鹿乱撞。 翘脸,以一种很快的速度染上了一层飞红。 让她的脸蛋看起来更加娇嫩欲低,情不自禁地,就想亲上一口。 事实上,李东也是这么想的。 她看到林宇柔一脸娇羞的样子,心中一荡,眼神炙热了起来,缓缓低下头去。 迎面而来的男子气息更加厚重了,让林宇柔心中有了一丝慌乱。 怎么办?她当然知道李东想要欺负自己了。 不行。 林宇柔心中想着,因为她很清楚,要是任由这个家伙亲了自己,保不准她会做出更加过分的举动来。 而且,她俩又还没有确定关系。 于是,林宇柔猛地喘了口气,双手用力抵住李东的胸膛,用力一推。 哎呦。 李东一个不注意,被她一下子推下了床,摔在地上。 她揉着屁股站起来,就看到林宇柔双手拿着一张被子捂住了自己的身体,露出一个脑袋。 你,你不能欺负我,不然我告诉我妈了。 她满脸通红,都不敢去看李东的目光。 心里慌得一批。 李东直勾勾地盯着林宇柔,这个时候的她,更加迷人。 看什么看,快去睡觉,不然的话,信不信我现在去告诉我妈,林宇柔挥了挥小拳头。 李东笑了起来。 这丫头,还真是可爱啊。 好吧,那我去睡觉了,晚安,做个好梦。 李东笑着说完,收好金针就直接出去了,顺便带上了房门。 看到李东这么爽快地就出去了,林宇柔呆了一下。 不知怎么的,心中居然有点失落。 没胆的家伙,她小声嘟嚷了一句。 次日,东海市发生了一件地震级的大事。 上面组织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对整个东海市上下,进行了一场扫黑除恶的大行动。 这一场行动,不知道多少人落网。 其中大部分表面上是进行正当生意,但暗地里却掌控了许多的灰色产业。 包括苏家、王家这些东海巨头级别的豪门家族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损失巨大。 相比起来,赵山河的损失,称得上是微乎其微了。 于是,跟昨天的嘲笑相比起来,大家心中都暗暗震惊。 毫无疑问,赵山河肯定是提前得到了消息,才会做出昨天的事情,提前将手中的灰色产业全部抛掉,保全了自身。 赵氏集团,总经理办公室。 赵山河跟一众兄弟再次齐聚一堂。 大哥,你真的是太英明了,幸好兄弟们昨天听了你的话,不然的话,我们损失肯定是最大的哈哈,那些接手我们那种产业的人,估计现在上吊的心都有了吧。 听着弟兄们的恭维,赵山河只是微微一笑。 他走到窗边,暗暗握紧拳头,心中同样后怕不已。 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跟着大哥混就完事了。 省城,赵家。 赵家的家主赵丽,现在坐立不安。 因为他的儿子赵凯,偷偷跑出去,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 虽然平时赵凯也会偷偷跑出去几天,而且身边有个准宗师跟着保护,赵丽不会这么担心。 但这一次不同。 因为他联系不上赵凯了。 手机打了不知道多少个电话,就是没接。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这让他有些不安。 找,都去给我找,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赵丽怒声骂着,麻辣隔壁的,这臭小子,趁我不注意就偷跑出去, 等他回来,看不打断他的腿。 赵家夫人,也就是赵丽的妻子,柔声安慰道,不用太担心了,有阿冲在保护他,肯定没事的,可能是玩得太疯,忘记带手机了吧。 这个女人同样中年模样,保养得还不错,看起来只有四十左右。 她是赵丽的妻子,也是赵凯的母亲,离心。 希望如此吧。 赵丽闭上了眼睛,心中依旧担忧。 她现在已经人到中年了,只有赵凯一个儿子,要是这个儿子出了点什么意外, 他想要再生一个培养成新的接班人,那就太难了。 家主,查到了。 这时,一个中年人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 这个中年人穿着一套长袍,还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很像一个文人。 他是赵家的管家丁阳,也是赵家唯一的一个宗师级高手。 赵凯身边的那个准宗师,就是他的徒弟。 他去哪儿了?赵丽连忙问道。 少爷带着阿冲去了东海,是因为东海苏家的家主前两日派人过来见您, 可当时您不在,少爷就跟他们走了。 丁阳连忙道。 东海,苏建国。 赵丽皱起了眉头,这件事情,我怎么不知道? 是少爷不让他们说的。 他去东海干什么?赵丽问道。 他太清楚自己儿子的性格了,要是为了玩乐找刺激, 根本就不用去东海那么远的地方。 但赵凯却带人去了,就意味着肯定有什么事情要去办。 听说是苏家有个交易,来找家主的,代价是苏家三成的产业, 少爷就擅自接下了这个交易,带着阿冲去了。 胡闹! 赵丽一瞪眼,怒气冲冲地道,那地方鱼龙混杂, 听说还有北方势力的影子,连我都不敢贸然有所动作, 这小子哪里来的胆子? 丁阳苦笑一声,不敢作声。 去,立刻派人过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这时,外面的一个门卫快不进来。 家主,外面有人自称是东海苏家的人,想要见您赵丽一愣。 这个时候,东海苏家的人来找自己,可他的儿子赵凯却还没有回来。 于是他心中的不安,更加强烈了。 让他进来。 门卫快不出去,又很快带人进来了。 进来的,正是老蔡。 见过赵家主。 老蔡一进来,连忙对赵丽行了一礼。 如果我没记错,你应该就是苏建国身边的那个老蔡。 赵丽淡淡问道。 赵家主好记性,我就是老蔡。 老蔡道。 你来找我干什么? 我儿子呢? 他人在哪? 赵丽问道。 老蔡脸上立刻露出了遗憾的神色,有些悲伤的样子。 赵家主,我来,有个坏消息要告诉您。 说,是不是我儿子出什么事了? 赵丽脸色一沉。 赵公子他。 老蔡咬了咬牙,悲伤道,他在东海,被人打死了。 什么? 听到这句话,赵丽直感觉自己眼睛一阵发黑,站立不稳,差点摔倒在地。 见状丁阳赶紧上前把他扶住。 离心听到这话脸色大变,他猛地冲了上来,用力抓住老蔡的衣领,怒吼道。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老蔡脸色苦涩。 夫人,赵公子他。 不,我不信,我不信,我儿子怎么可能会死,一定是你在骗我,离心的眼眶红了。 怒吼一声,接着一巴掌朝着老蔡的脸上抽了过去。 老蔡不敢躲,只好硬生生瘦了。 啪! 这一巴掌很用力。 老蔡半边脸,立刻红肿了起来。 但他没有半分的委屈,垂着脑袋不敢出声。 因为在来的路上,他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就算赵家人杀了他,那也只是白死而已。 住手! 赵立缓过来了,他捂着胸口,看着老蔡道,说,把事情来龙去脉都说,要是有所隐瞒,我让你们苏家鸡犬不宁。 老蔡不敢怠慢,连忙说了起来。 但他说的版本,跟真相,自然是不一样了。 从他口中说出来的版本,是苏家本来想要借助赵家的力量去对付赵山河。 赵凯擅自答应了这件事情跟着一。 起去了东海。 但到了那里,赵凯看上了一个女人,想要站为己有,便强行把对方抓到酒店。 赵凯的举动,激怒了那个女人的丈夫,直接找到了酒店。 一怒之下,将赵凯跟那个准宗师都活生生打死了。 这样的版本,对苏家来说是最有好处的。 因为赵凯的死,就怪不到苏家的身上了。 而苏家还可以借助赵家的手,解决掉李东,可谓一箭双雕。 这不可能。 赵立毫不犹豫,就选择了不信。 我儿子身边的那个人,可是准宗师,你也是习武之人。 应该知道准宗师的厉害之处,东海那个小小的地方,没有人能打得过他。 老蔡却苦笑道,我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谁都没有想到,那个女人的丈夫,是一个宗师高手啊。 宗师。 赵立瞳孔骤然收缩,那个丁阳的脸色也变了宗师。 在省城,只有四位宗师,而整个东方,宗师强者满打满算也就三十来个。 东海那个小小的地方,居然有宗师,他们太清楚一位宗师的可怕了。 可以说,赵家能在省城坐拥这么大的产业,就是因为有丁阳的存在。 这种级别的强者,可以轻易做到以一抵百啊。 如果真的有宗师强者,那赵凯跟那个准宗师,就绝对难逃一死了。 我管你什么宗师不宗师啊,我儿子被他们打死,就要他们血债血偿,我要他们全家死绝。